一座山坡上的老水塘 几十年却从未干涸 一天 奇特水塘出现了奇特的怪虾 它像小子又不像小子 记者调查为您揭开一个科学发现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之老水塘里的怪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08年9月的一天 在云南省卢西县的一个村子 两名村民准备到村后山腰上的老水塘里捞进泥酒 可是这一往下去 捞上来的却不仅仅是泥酒 一个大概四五厘米长 半截乳白 半截橘红的小东西格外闪眼 让两个村民惊讶 消息在附近村民中迅速传开 让他们纷纷来观看这个怪异的小东西 当时拿起来的时候 只能说是哎呀 这种小子为什么会像这样的 红的这个那么 而是透明的 银白色的 嗯 银白色 嗯 银白色 这个是 它的脚是跟一个虾子的脚不一样 它是往上长的 它像小子又不像小子 它这个铁巴它是白的 铁巴就是红色的 另外他们说那个弓的 而且好像那个橡皮一样 我感觉非常奇怪 没结果 小东西因为有些像虾 被村民称之为怪虾 就当村民把捞上来的怪虾放回水里 怪虾游起来的姿势 更让人瞪大了眼睛 仰着游泳 一堆足不停的挥动 时不时来个迅捷的翻滚 那姿态让人不由得想起 花样游泳的优美 您看啊 它长得虽然非常特异 但一点也没有那种 海底生物那种长得像猙獰 反而人觉得呢 它很悠闲 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 现在画面当中呢 我们虽然看不清它有多少只脚 但是呢 呃 当时统计下来呢 它是十一对族 另外呢 我们看到啊 它的身体真的是异常的漂亮 上半截呢 是透明的 下半截呢 是橘红色的 而且呢 还分着截 另外呢 就是相对于它的身体而言呢 像这个磁性啊 它拖着一个大大的一个卵囊样的东西 里面呢 我们都能够看到 看到呢 一颗一颗啊 充满着生命特征的这种卵 应该说啊 这东西太奇特了 但是你问问当地人呢 就像刚才采访所说的 当地人并不知道这是什么 只是觉得它的样子怪 长得就像虾米 于是给它起名了 叫做怪虾 但是这个怪虾 只不过是人们的一个口头叫法 如果说从分类学生来说 它到底是什么呢 全村人都知道了 这个发现在老水塘里的怪虾 连长的村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有的村民猜测 它是虾的一种 大家凭着一个直观的感觉 也就是说 这个以为它是个虾的话 那也是因为它很 就是属于甲克类 都是属于甲克类动物 甲克类动物 因身体外皮有盔甲而得名 甲克动物大多数生活在海洋里 少数栖息在淡水中和陆地上 人们最常见的甲克类动物 就是虾 蟹 可是这个怪虾的样子 又和虾完全不同 动物的形态特征 是给动物分门别类的重要依据 虾有十对足 正面游泳 按照虾的这个特征 村民相信 他们发现的怪异小东西 不是虾 村子里消息迅速传开 人们除了纷纷欣赏 怪强美丽的泳姿 同时担忧的气氛 在村中迅速蔓延开来 这个小东西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出现在这个奇怪的老水塘里呢 老水塘就位于村后一座山的山腰上 三面团山 多年以来 无论天气旱烙 老水塘都保持大约一亩的面积 从未消失过 常年水草丰盛 这让村民色色成奇 可是 就从2008年起 每年的春季 老水塘却出现了两到三个月的干涸期 这是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 池塘虽然干涸了 可雨后 它还是因为搜集到山上流下来的雨水 再次出现了 接着 这个怪异的小东西就出现在了赤汉 老水塘的再次出现 和怪虾的随之而来 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联 村民不知所以 当时是非常担心 这个生命的出现 就当地的这个地的状况或者是 什么也会带着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是不是一种地质变化的一种前兆 村民的担忧不可回避 这水塘里村民叫成怪虾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百姓的羹牛每天都会来到这里喝水 在池塘里打鼓儿 怪虾的出现会不会危害了百姓的羹牛 甚至对百姓的生活造成影响 记者走进村子随即跟村民了解一方怪虾的出现 即使存在方言的沟通障碍 但是通过能够理解的只言片语理 还是能够总结出村民的大概描述 怪虾半截乳白半截橘红 养着游泳 这是两个最明显的特征 为了能够一睹怪虾的真面目 彻底找到怪虾的来由 卢西县金马镇政府干部朱灿仙 组织了当地的几名村民 准备带领我们前往小水塘打捞 爬了一段近五百米的山路 半山腰上的池塘呈现在我们眼前 三面环山水草丰盛 从池塘处放眼望向山下 这池塘俨然就悬于村民头上 两名热心的村民开始下水 不知道这次记者是否可以亲眼目睹 村民描述的这怪异的夏 村民两网下去过真打捞到了怪虾 拿在手里非常柔软晶莹透明 这个东西的奇特着实让人着迷 阳光底下格外惹眼的金黄色让人喜欢 但美丽不能抵挡人们的担忧 卢西县水产站站长赵海学 对当地的每一种水产鱼虾了如指掌 当他得知这个消息迅速赶到了现场 当时感觉了它外形像虾子 感觉是它一个是虾子的一个 一类一个种 赵站长看了这个怪虾之后 第一反应这东西应该是虾 但是再仔细观察呢 这绝不是虾为什么呢 虾是正着游泳的 而且虾只有十对足 但是我们看到了这家伙呢 是一个天生的洋涌健将 另外呢 他有十一对足 那么一般呢 我们说现在遇到这种事情之后 大家都会想 又是不是外来物种入侵呢 因为伴随着物流的发达 这个地球越来越小了 时不时呢 也许就会随着一些途径呢 就有一些外面的东西啊 跑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这种新闻呢 我们也经常能够有所耳闻 所以呢 当地人考虑 尤其是不是一个外来物种啊 不过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呢 大家都比较关心一个问题 那就是啊 他会不会给当地的生态环境 带来什么恶劣的影响 比如说 他在水里伤害了羹牛 这还是小事 要是伤害了人 麻烦可就大了 这些年来 各地时不时就会有大量的 有害生物群体出现 让人们不得不警觉 2009年5月 新疆乌苏市的一个草场 出现的炫灯河 短暂的七天 炫灯河就以一字排开的架势推进 吃掉了七万亩的草场 凡是扫荡过的地方就是了 2009年6月 重庆铜梁建造 把红头远近密麻麻的虫子 与团队作战 两个小时 即可让一个繁茂的炮灯树 变光突突 赵站长随即跟村民了解 却得知 近期村民的牛 还是照常在池塘里喝水打滚 并没有出现什么异常 只是往年池塘里都有鱼 今年却不见了 鱼类这块 会典型的代表的话 是像这个金线仪 还有这个云南秋树 还有盘鞠 等等这些比较代表性的 一些典型的 一些物种的组合 在这里面存在 水产部门领导 从和村民调查的情况推断 老水塘里就是没了淡水鱼 怪虾的出现 并没有对百姓造成伤害 因为他们的羹牛 还在那里吃草 喝水 并没有出现任何异常 他们对百姓进行了安抚 为了能够及时给村民 一个确凿的答复 水产部门的领导 拍摄下来怪虾的样子 怎么拿回去 向更权威的专家求助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专家 看到了图片后 他们也被这个小东西的样子深深吸烟 虽然他们走过全国各地 很多大小湖泊 见识非常广 但是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 外星已经基本能够看得出来 是五甲木的那一类虫子的一个外星 另外一个呢 还有它的一个游泳姿势 整个五甲木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养泳的 都是这样把身子 把脚放到天上这样 不停地这样的游着 目前只能根据怪虫的游泳姿势 大致确定它属于五甲木 这个大家族 可是具体是什么 叫什么名字 专家们并不知道 动物所专家来到现场 他们将对老水堂的水温 酸碱度 含氧量等进行测试 看它们是否存在异常 经过测试 数字都在常规范围内 从水体并没有发现 什么重要线索 专家把村民采集到的部分标本 拿回了实验室 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在探索中 迷惑伴随着欣赏 他把那个胸脂向上 然后在游泳的过程中 同时就把那个 从水面掉下来的食物 往自己嘴里送 但是我觉得 他的那个姿势 整一个动作 非常的优美 小东西动作优美 让研究人员痴迷 可是它到底是个什么 还没有结论 更让研究人员 神经紧绷的事情发生了 采集回来的小东西 陆续死去 会不会还不知道结果 所有的标本就都死亡了呢 饲养的这段时间 这样的一个观察 它一般的生命周期 大概在两个月多一点 最多不超过三个月的时间 原来怪虾的整个生命周期 只有短暂的两个月左右 在人工饲养的环节下 很难孵化出小怪虾 就在这些怪虾陆续死去的时候 专家们通过对比 大量无甲木动物外在形态特征 判断怪虾是枝额虫 枝额虫和很多其他的大家族成员 被统一称为仙女虾 仙女虾这个神奇的家族 让诸多人仰慕 它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在废水中生存的动物 这是一段经典的记录 仙女虾的卵在水中被煮得翻滚 过后它的卵依然能够不化 这让人们折服于它生命力之强 至今各国专家们还不知道 为什么它能够承受如此高温 而继续生存下来 仙女虾大家族在全球几乎都有分布 只有中国存在空缺 但是昆明动物所的专家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后发现 就在1949年 专家沈家瑞曾经在云南昆明 发现过其中的一种 当时称之为枯棉鱼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首次有记载的发现 如果怪虾就是吃鹅虫 那将填补一项发现空白 为了获得更多的情况 专家们每天都在仔细观看 这怪虾的动静 雄性尾随磁性 片刻雄性一个箭步即完成了交配的过程 可是就这个过程 专家还是看出了短命 情况发生了更加复杂的变化 专家经过进一步对比发现 怪虾却不只是枝鹅虫那么简单 发现这个虫子的额头呢 是一个呃呃呈现一个S型的一个弯曲 但是在那个从我们书上或者是原有的这些资料上显示呢 之鹅虫的头顶是一个C型的一个凸起 这两点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怪虾头上S型弯曲在交配的过程中起到抓握对方的作用 这就完全不同于已经发现的枝鹅虫形态 关于怪虾现在已经排除了可能对百姓的危害 排除了是虾的可能 怪虾到底是什么 会不会潜藏着其他的更大发现 或者就是生物进化的变异难合 任何个物种它这个变异是绝对的 这个没有哪两个生物哪两种两个个体的生物 它的基因是是完全一致的 这个变异生物的变异是绝对的 我们说的不变那是相对的 我们讲到动物的这个变异呀 实际上变异呢往往会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外界的诱导变异 您比如说这些动物突然遭到了核辐射 或者是过量的电磁辐射 或者是化学污染 往往的都是出于人的因素 或者是自然环境剧烈的改变 这有可能导致动物呢 它们的基因出现问题 引发了变异 但变异呢 也有好的也有坏的 有的时候变不好的就会导致这个动物的死亡 有的时候变好的呢 也许这个动物它就会拥有一种全新的 跟以往不同的一些行为的特点 再有一种变异呢 那就是动物自身呢 在它反映的过程当中 某一个基因片段出现了问题 这个出现了问题之后 表达出来的情况呢 也可能是好的和坏的不同的一个结局 那么面对着如此奇特的东西 难道说它也是由某种生物的基因出现了问题 产生变异而变化出来的一个新的物种吗 那么发现在云南卢西县这个小水塘里的怪虾 又是有着什么来头的物种呢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标本呢 它整 不管是单个它 从整体来看 它都去 它都有一致的一些共同特征 所以它这个就不是一个那种 个体上的一个变异 而是形成了一个种群 一般生物变异是属于个体上的一些变异 不会形成这么庞大的种群 生物变异已经被排除 可是人们担心怪虾的出现 会不会跟水塘的突然干涸 雨后再次出现 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怪虾出现 会不会跟地质方面存在关联呢 在我们云南的高原的这个水体里面 就是说这个天然的淡水里面 自然状态下 不说有人为干预的这种情况下 这个淡水的池塘 通常它都会有一定的地下水 地下泉水 老水塘存在了几十年 是因为有地下泉水的供应 和以常年存在 水草丰沛的水塘已经不足为奇 可是就在我们先前 跟现场村民了解情况的时候得知 这个池塘就在近两年来 除了能捞些泥鳅 已经捞不到其他鱼类了 那个池塘逐渐被那个山洪 或者是被其他的水土流失 逐渐淤塞以后 水变得越来越浅 以后原有的鱼类生存的一个环境消失了 老水塘由于它背上的山坡 持续不断的流水 带来大量的泥土 而将地下水道堵塞 失去了地下水的供应 让老水塘出现了近两年来 每年春季的干涸 淡水鱼类因为缺水而死亡 唯独剩下了泥鳅 一个池塘完成干涸到 已经水是很干的情况下的话 像我们理解的已经开裂了 就是这泥巴都已经很开裂的时候 这个泥鳅也是存活不了的 但是就是说我们理解的 就是说如果只是它表面的 很多流动的水已经没有了 但是它泥还是潮湿的 它泥鳅等等 还有包括刚才我们经常见到的河崩 烟等等这些软体动物 它钻在潮湿的泥巴里面 包括田楼 它都还能够存活很长一段时间 池塘的怪异干涸 鱼类的消失 唯独泥鳅得以存在都不足为奇 关于怪侠的调查陷入僵局 现在只能给怪侠一个粗略鬼类 五甲木大家族 但是具体是什么 动物所的专家暂时还不知道 不久他们有了一个新的怀疑 怪虾是国内一个新发现 没有记载的物种 专家把相关的画面向外界发送求证 很快得到了传回的资料 怪虾是和知鹅虫近亲的玄鹅虫 同样被俗称仙女虾 是一种虫 在中国还从来没有过记录 也没有这个科数的归类 可是这个东西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呢 这种受精卵 它既然可以在 这种干活的图样里面 它能够存活甚至50年 长的可以到50年 然后它再输出 根据资料记载 玄鹅虫的受精卵 可以存活几十年 等待适合它的孵化时机 这让人们惊叹 人们至今也没有找到其中的阴游 新的疑惑来了 玄鹅虫家族是大量淡水鱼类的耳料 即使繁育出来 怎么可能会生存 并长成了成年个体 泉水已经淤塞了 原有的那些鱼类的多样性 已经逐渐消失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只有一种泥丘 以后这种环境呢 刚好就为五甲木的玄鹅虫也好 或者什么这样的一些 其他类似的这样的一些 五甲木的动物 它的生长提供了一个 非常适合的一个环境 老水塘中所有的淡水鱼类 都因为鱼旁的干涸而消失 唯一剩下的泥鳅 是生活在鱼旁的底层 没有对怪虾 玄鹅虫的生存造成危害 这样玄鹅虫得以成长起来 并形成了群落 让百姓得以发现 由于是新发现物种 在国内还是第一次记载 该给它取个什么名字 还有哪些可利用的科学价值 专家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努力 由于它在我们国家是首次被发现 所以这个玄鹅虫 它对于众多的专家来说 绝对是具有非常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的 但这个价值似乎对咱们来说 好像就没有什么特别让我们感兴趣的了 可是我们想一想 这个东西它的卵居然能够几十年都不死 还有生命力 那我们的鸡蛋要是具有这样功能的话 我们家的冰箱也就不用放鸡蛋了 这鸡蛋搁在那几十年不坏 什么时候吃起来都非常新鲜 多有意思 如果说我们找到了它这里面的一些物质的话 那我们人是不是也可以休眠几十年 等到什么特殊的时候 我们再清醒过来呢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下期再见 一颗神秘的拦截导弹 击碎了报废的军用卫星 刹那间太空密布碎片 这些碎片会不会影响 提将发射的神轴飞船 谁能预测它是否会造成威胁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直击太空碎片